维生素B7也称为生物素,是一种重要的维生素。 它在人体内发挥着多种生理功能,包括参与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促进细胞分裂和生长,维持健康的皮肤、头发和指甲等。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介绍维生素B7,包括其别名、英文名称、历史典故、来源、功能。 每日需求量、富含物质、缺乏体现、过量症状、搭配和禁剂、补充方法等。 维生素B7,别名为生物素,英文名称为Biotin。 它最早是由美国化学家J.B.坎普于1916年从鸡蛋黄中分离出来的。 据传说,一位名叫弗里德里西·霍夫曼的德国医生,曾经观察到一位妇女因为食用了过多的卵白而出现了皮肤病和头发脱落。 它随后给这位妇女喂食了鸡蛋黄,并观察到她的症状得到了改善。 这启发了它对鸡蛋黄中成分的研究。 最终发现了维生素B7。 维生素B7是水溶性维生素,可以溶于水而不溶于脂肪。 这意味着它不会在体内积累,而是会随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人体需要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B7来满足生理需要。 维生素B7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如肝脏、蛋黄、肾脏、牛肉、猪肉等。 同时,一些植物性食物也含有少量的维生素B7,如豆类、坚果、燕麦等。 此外,人体内的肠道菌群也可以合成一定量的维生素B7。 维生素B7在人体内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 首先,它参与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过程,促进这些营养物质的利用和转化。 其次,它对DNA合成和细胞分裂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身体组织的生长和修复。 此外,维生素B7还可以保持皮肤。 头发和支架的健康,预防皮肤干燥和臊痒等问题。 根据不同年龄和性别,人体对维生素B7的每日需求量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30到100微克的维生素B7。 例如,一只鸡蛋黄中含有10微克的维生素B7。 100克瘦牛肉中含有30微克的维生素B7。 100克杏仁中含有60微克的维生素B7。 以下是10种富含维生素B7的物质。 并按含量从高到低排序。 牛肝100克含有96微克。 酵母100克含有60到100微克。 豆类100克含有30到60微克。 坚果100克含有20到40微克。 瘦肉100克含有20到30微克。 鸡蛋黄一个含有10微克。 奶酪100克含有5到10微克。 水果100克含有1到6微克。 蔬菜100克含有1到3微克。 全麦面包一个含有2到6微克。 当人体缺乏维生素B7时, 可能会出现皮肤干燥。 头发脱落、支架易碎、口角炎等症状。 此时需要及时补充维生素B7。 一般来说, 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B7的食物来补充比较安全有效。 同时, 一些口服补剂也可以提供维生素B7。 但要注意剂量和使用方法。 如果人体摄入过多的维生素B7, 可能会出现胃部不适、皮疹、过敏等症状。 此时需要减少维生素B7的摄入量, 并及时就医治疗。 在日常饮食中, 一些食物可以搭配使用来增加维生素B7的吸收效果。 例如, 在摄入富含维生素B7的食物时, 可以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C和E的食物。 这可以促进维生素B7的吸收和利用。 相反, 一些食物可能会影响维生素B7的吸收效果。 如过多的酒精和咖啡因等。 最后提醒大家, 在使用任何口服补剂前, 请先咨询有关专家, 并按照剂量和使用方法进行合理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